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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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一时情急攻心 口吐鲜血 回到住处 陈子圈得知事情原委 今夜下跪请求谢云原谅 事已至此 谢云未不想再责怪任何人 原本陈飞的死也是定数的 早日解脱也未复不是好事 谢云当堂下跪 已久寄点 他现在唯一能够做出弥补了 便是找到周围的下落 护其平安 眼下地刹两方各自搜索陈州美家美户 抽天镜关注吴家子女 而沈天树则更为关注户籍清查 命手下以画像寻找可疑男子 谢云不用猜想编织沈天树的目标就是陈子圈 当初死地只是陈子圈和霍连涛联络之地 后发生变故 他也无法眼睁睁地看着 刘明困难不管 便职业地留在了城中为百姓发凉 就连百姓也知华容安全 沈天树又如何会不知道此地便是陈子圈藏身之地呢 所幸户籍之圣早已经准备妥当 陈子圈藏身书柜暗格 由白先生和谢云以及一位手架假扮父子三人 前一刻刚躲过仇天境人马的探查 便又迎来了沈天树的人马 地刹仔细地辨认三人容貌之后呢 早已准备离开 谁知陈子圈一时不慎咳嗽出声 引起了领头人的回头 这才起了疑心 一般百姓家中怎会有书柜呢 就在对方一件件摆弄书柜物品 眼见被要触及机关的时候 谢云突然假装劳病子残身 才堪堪躲过一劫 陈子圈的军队驻扎在不远之处 七八日便可赶到 若是得知皇子被困的话 必然会出兵营救 这是沈天树目的所在 地刹和余文旨勾结 皇子在敌军的地鞋出事 足以让余文旨大作文章 这也是谢云担心的更原 目前形势不利 谢云心生一记 由陈子圈派人送信前往霍家堡 且务必让地刹看到信进了霍家堡 仇天境听命余文旨 而沈天树又速来与仇天境不和 虽不知谢云此举究竟意欲为何 但她自信机会很快就会到来 周斐之所以没有出现在城中 乃是被后院的红衣女子牵绊了脚步 此女子一步步让 免她出门涉险 更在周斐出手之后 认出了破血刀 周斐被对方轻易地定住了身形 又见她询问李亏 倒也不曾欺瞒 谁知红衣女子竟扬言是她的后外祖母 周斐不知为何一口鲜血 昏迷倒地 带醒来之后 才在吴楚楚的口中得知 那红衣女子便是李子荣口中曾经提到的 关西枯戎首段九娘 周斐始终无法相信 眼前这个疯疯癫癫的女子 竟然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女侠 二人还是从段九娘身边细心照顾的仆人 口中得知的 当年她家公子也不知得罪了何人 惹来了地刹派人追杀 她带着墙保中的婴儿逃跑 信得段九娘出手相助 双拳男敌四手 段九娘又需要分心照顾怀中婴儿 一时落入了下风 此时李亏一袭白衣 如英雄降临轻易地夺取了地下市民 这般的身影也因此落在了段九娘的心中 一生挥之不去 即便是时时吃傻 心心灭念的也唯有理亏而已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